作委會的委員有認為說 如果是要做住宅的使用 是不是就應該跟旁邊的這個住宅的 這個使用強度一樣的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其實我們會後有跟委員溝通 那我們在專業小組開會的時候 不然主委會把這個 我剛剛報告過的 雯山區的安康平宅 還有就是南港區的這個台肥新村 就是市政府現在推動公營住宅 那只要是自己的基地 去做改建的時候 其實容積率都是直接乘以2 就是用450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來做規劃 但是這個容積提掉到450之後 其實是他不可以再使用其他的容積獎勵 或是容積移轉 那這個政策我們也會在這個 市政府也會開會的時候 跟委員去做說明 然後可能也跟各位 再一次的說明下 就是計畫進行的環境程序 在我們去年這個開這個 都市計畫的這個公展 這個說明會的時候 很多的市民朋友 都有把大家的書面意見寫下來 然後寄到台北市都市9號委員會 所以呢 2月27號 都委員會在開會的時候呢 就有通知關心這個案子的民眾 然後到現場去做這個意見的表述 還有就是聆聘 那最後的委員會呢 因為這個案子 涉及的層面比較複雜 所以呢 決議就是組成專案小組的 來進行審查 那今天呢 今天還有就是 我在這個一開始 開會的時候呢 已經有聽到有些民眾 有收到這個 市多委會專案小組的開會通知 就是市多委會應該是在 4月2號上午的9點還是9點半 9點半 9點半 對就是市多委會已經有定在 下個禮拜3、4月2號上午9點半 然後會召開專案小組進行審查 然後 所以我們今天呢 也有提供意見表 就是希望大家如果 聽完我們的說明之後 還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是說 本來你沒有提供意見表 那都委會不會通知你的 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寫下來 現場可以交給我們 然後我們帶回去 然後市多委會開會的時候呢 下個禮拜 4月2號的這個部分 也可以 請各位 就是 如果關心這個案子 也可以到現場 然後再次做意見的表述 以上罷了 好謝謝 我們現在時間才9點5分 然後我們再爭取的時間 然後這 在下面三個 是一位一位 然後跟代議員 好不好